麦克蘭又漲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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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我是Maya奶爸 今天我們會討論威士忌漲價 跟一些代替 如果想省錢買到CP值高的威士忌 請不要忘記按個讚留言 訂閱跟開啟小鈴鐺 好今天我們會講到 比較嚴肅一點的 因為很多大的公司就 決定在4月1號 魚人節的時候就很奇怪 就要漲威士忌的價錢 就是艾丁土南麦卡倫 有山德利波莫 有亞洲 反正很多 這是魚人節所以我會好笑一點 想給你們看 有不同的人的反應對這個 威士忌漲價的事情 請看一下 靠北麦卡倫要漲價了 老婆我要出去買10箱 沒有買到10箱我就不回來了 謝天謝地啊 我去年買的麦卡倫 雙桶100箱 因為我以為是單桶 突然漲價了 謝謝那個 那個公司 嗯? 哎耶耶耶 嘿嘿嘿嘿 麦卡倫漲價了 太好了 下次有一個客人進來 要買麦卡倫 單桶 我就會幫他搭配5款 爛酒 嘿嘿嘿嘿 像 哎耶耶 麦卡倫 要漲價了 沒差 麦芽奶 罢 全臉有雞蛋 趕快去搶 好 接下來我們來 介紹一下 一些代替的威士忌 因為我覺得 很多酒款都漲價了 如果你們喜歡喝 尼美可以 你看我上一集 再介紹一些尼美威士忌 有一些就是我今年2023 推薦的一些威士忌 那些都沒有漲價的 所以請看一下 可是現在我會focus在麦卡倫 雪莉威士忌的這個部分 因為台灣的市場是比較喜歡喝 雪莉威士忌的 所以我會推薦5款的Malternative 就是代替 好 Malternative 5 Glandorna 12年 他是高地地區的威士忌 然後他可以代替麦卡倫 是因為他這兩年來 他的品牌越來越好 可是就是因為越來越好 他們兩年前就決定 把他們的酒款就能擰過你 所以CP值有一點 降低一些 可是你喝了 他就是有雪莉威士忌 豐富在前面 很好喝的 而且他價錢才1100到1200 所以他是一個很棒的代替 好 Malternative 4 我會給濾火 我會給 Corinth 我會給美他12年 我會給ộtに12年 他就是一個高地地区的威士忌 然後他現在價格大概在950到1000 他可以跟麦卡倫 منープ員的原因 因為他的風格是蠻優雅的 喝起來很柔和 所以我就覺得他就是一個很棒 的代替 Malternative 3我会给Tamdu12年 Tamdu12年是一个湿北地区的酒厂 然后它现在价格大概在1400-1500左右 它的风格我一直以来就觉得它蛮像麦卡伦的 如果你看我2022推荐的那个影片 我上次都一直在讲Tamdu12年是一个很棒的麦卡伦代替 而且它用的木桶就是也有美国橡木桶的血历 也是有欧洲橡木桶的血历 所以它勾兑起来感觉真的很像麦卡伦 也可以代替麦卡伦双桶 Malternative 2我会给Glan化格15年 它是一个湿北地区的酒厂 然后为什么我选15年呢 因为它价格才1500-1600 所以很便宜的15年 然后它也是46%酒精浓度 非冷凝过力跟没有调色的威士忌 光这个数字就可以TK麦卡伦 而且它喝起来是蛮重血历的那种 就是Sherry Bomb 血历炸弹 它的风格真的很香很纯 所以它是一个更棒的 比较老一点的血历威士忌 酒精浓度高 喝起来比较纯 好我们来到我的第一个拜批 它就是格兰艾勒奇 Glan Aleckey 12年 大家都知道那个Glan Aleckey 这几年被那个 Billy Walker雪历 调酒师的大师拿下来 他现在在调他们的威士忌 所以格兰艾勒奇12年的风格 就是很传统的雪历炸弹 而且它价格大概在1300-1400左右而已 它的酒精浓度46% 非冷凝过力跟五条色 所以这个就是可能在两年 就会变成以前的Glan Aleckey 因为就是Billy Walker 现在在接触 这个是我第一名的那个 可以代替麦卡伦 你喝了这个 你可能会忘掉麦卡伦 就是因为它风格 就是比较进阶一点的雪厘威士忌 总结来讲 我是想做这个影片一些代替 不是因为不要去买这些品牌 而如果你觉得这些你喜欢的品牌 涨价了 然后你觉得太高了 你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比较特别的威士忌 或是CP值高的威士忌 所以你真的要做一点功课 反正现在很多网路 有频道 Ninebad的频道 可以介绍一些酒款 比较少见的 可是CP值高的频道 好那下次再见了 拜拜